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明清建筑保存的很好 保留着明清以来22条古街道的一个原始的格局 所以现在呢也是旅游圣地 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事发生在2013年 这一年呢8月8号晚上9点左右 位于清西谷镇西北方的一个偏僻的巷子里啊 突然呢就传来了一阵打斗的声音 趁着月色就能够看到一个女人躺在地上 血啊把地面都染红了 距离这个女人不远的地方 一个中年男人也倒在血泊之中 这个女人呢头部啊是朝着墙的 仰面这么躺着 身上呢中刀的位置很多 并且都是致命的位置 像胸口啊腹部啊 都有捅刺的伤口 当时惨到什么程度 这个女人的小肠都露出来了 当场死亡的这个女人叫王明湘 37岁 旁边重伤的那个中年男人叫何文虎 也是37岁 王明湘已经结婚了 何文虎还没结婚呢 俩人呢都是清晰本地人 打斗发生之后啊 在这个主街道上呢 有一家商店 这商店里边的人听到吵闹声之后 就往这边看 可是打斗已经结束了 嫌疑人已经逃跑了 案发现场并没有目击证人 没有人看到罪犯的具体样貌 但是警方呢 还是找到了重要的物证 一把沾满血的水果刀 还有一只男士的皮鞋 警方到达现场之后 对王明湘的尸体呢 进行了一个初步的勘察检验 王明湘身中16刀 刀刀致命 似乎这凶手就是冲着王明湘来的 那么是谁会如此的残忍呢 而案发地点在哪呢 就在那个重伤的中年男子 何文虎的家门口 那么何文虎和这起血案 又有什么关系呢 血泊之中 找到的这只男士皮鞋 还有这把水果刀 能不能成为这起杀人案的突破口呢 当时啊 医生过来之后 一看何文虎 说这是重伤 经过医院全力抢救 终于是保住了性命 但是呢 由于伤势太重了 一直处于昏迷的状态 这何文虎怎么会在自家门口遇害呢 遇害前他看到了什么呢 为了第一时间得到线索 警方留下了两名民警 在医院就等待着何文虎的苏醒 只要他一醒过来一问 这不就清楚就明白了吗 其他的警力啊 就投入到了走访摸牌的工作之中 这搜索小组呢 以中心现场为中心 向周边开展搜索工作 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比较有价值的线索 当天晚上 京川县公安局就从市局调集了警犬过来协助办案 通过现场那只鞋子 还有水果刀 让这警犬闻着味啊 就一路追踪 那么一直找到了一个地方 在地上啊 就发现了可疑的血迹 顺着这条小路 一直在往上走 民警就估计 当时犯罪嫌疑人 应该是顺着这一条小路 往山上逃窜的 当时已经是晚上11点了 四周那是一片漆黑 也没灯啊 沿着这血迹 警方就来到了这个山间的小路 跟着这血 接着往前走吧 就又发现了一个巴掌大的一块血迹 并且这血迹啊 是比较新鲜的 就是说应该是一直流的那种状态 可以判断出来这是嫌疑人的 也就是说嫌疑人也受了伤了 这小路两边呢 是一米多高的玉米地 隐蔽性极强 在距离案发现场四公里的山坡上 民警又有了重大发现 发现了一件衣服 衣服上啊也全是血 当时这衣服啊 不是扔到地上的 而是拿这玉米底下的土啊 树叶子呀 哎 草草的掩埋了一下 如果不仔细看的话 很难发现这件衣服 很明显犯罪嫌疑人受了伤了 如果他受伤 那么很难走远 很可能就在附近 警方呢 就对附近的这个玉米地呀 看哪比较容易藏人呢 就进行了更仔细的搜索 可是搜索来搜索去 也没发现犯罪嫌疑人的下落 这个玉米地旁边的小路 是直通深山里边的 地势很险峻 难道说这犯罪嫌疑人 已经躲进大山了吗 为了堵住一切可能凶手逃脱的路线 民警呢 同时要对各个进出清西谷镇的 要道设卡拦截 对过往的车辆人员仔细盘查 看有没有嫌疑人员 如果说嫌疑人想往外跑的话 交通要道他必须得经过 但是经过一晚上的排查 设卡堵截也没有发现线索 所以啊 这么一看 估计这嫌疑人就是进了山了 这一宿啊 这民警可受了罪了 搜捕追踪设卡 这工作一直持续到了第二天 但是这狡猾的犯罪嫌疑人 却不知所踪了 大山沟里啊 他究竟会藏到哪呢 第二天清晨起来 警方又组织了更多的警力 包括其他的一些干部群众 一起进行搜捕 就在全力搜捕时 另一组民警在死者王明湘的家里啊 有了重要的发现 王明湘的手机里呢 有这么几条短信 而这几条短信就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 从短信的字里行间里啊 都能够看出来这是充满了火药味啊 那么是谁发的呢 是王明湘的丈夫李寿贵 警方怀疑这王明湘的死 是不是和李寿贵有关系啊 李寿贵呢 一直在成都打工 除了过年基本上很少回家 在王明湘遇害之后啊 邻居呢 还拨打了李寿贵的电话 电话里李寿贵显得特别着急 哎呦是吗 又出这么大事啊 他呢 就说会尽快的从成都赶回来 这李寿贵和王明湘 这夫妻俩啊 是在这古城中间买了一套房子 这房子全靠李寿贵 在外边打工挣钱买下来的 李寿贵呢 平时很爱护这个家 是一个很负责任的男人啊 老百姓啊 对他口碑也比较好 对村民进行走访完之后 一提到有没有可能是李寿贵 对这王明湘下了死手啊 这老百姓都说不可能 不可能 这寿贵啊 人不错啊 可是 王明湘在遇害之前 却收到了李寿贵的短信 李寿贵怎么写的呢 说为什么不把门打开 如果说李寿贵还在成都呢 怎么会让王明湘开门呢 从这短信上来看 李寿贵似乎已经回到镇子了 通过这些短信 警方就判断 王明湘夫妻俩呀 感情并不融洽 而对于夫妻感情可能存在的矛盾 村民们呢 也有线索提供 别看李寿贵啊 在村民里边口碑挺好啊 这人不错 对家也好 但是王明湘的口碑不咋地 说王明湘啊 不仅在外边跟其他的男人保持着不正当的关系 连自己的孩子都不管不问 这王明湘呢 长期的婚外恋啊 再加上手机里边有了这样的短信 那么很明显 作案嫌疑就都指向了死者王明湘的丈夫李寿贵 李寿贵可能是争风吃醋啊 感情破裂啊 最终痛下杀心 而此时民警再联系李寿贵吧 李寿贵的手机已经关机了 警方决定啊 调整方向 重新摸牌 重点就查李寿贵 不过说回来 如果啊 此时就判断李寿贵是犯罪嫌疑人 也还为时尚早 为什么呢 如果说你是刚知道自己妻子出轨了 在外面有男人了 你真是一气之下杀人 这还能说得过去 但是据知情者说 从07年开始 李寿贵就知道妻子出轨了 知道他在外边有男人 跟男人鬼混 从07年到13年 这六年的时间呢 既然他已经隐忍了这么多年了 为什么会在案发的那一天 就突起杀心呢 就在这时候啊 案件的另一个受害者 何文虎 在医院里边可醒过来了 那么这何文虎 在血案之中 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 面对警方的询问 何文虎 会说出来哪些不为人知的真相呢 这何文虎 会不会也和王明湘 有着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呢 其实啊 他俩之间还真是那种关系啊 这王明湘跟何文虎啊 已经同居五个多月了 俩人好上之后啊 这王明湘就把家里的生活用品呢 甚至什么米面凉油的啊 都搬到了何文虎家里边 俩人早同居了 这件事在镇子上 那是人尽皆知 而何文虎说 他是2012年年底和王明湘认识的 俩人呢 在镇上的同一个工地打工 因为年纪差不多 私底下交流啊 也就比较多 有一天呢 俩人互相开了一句玩笑 这就拉近了距离 当时呢 是下班 这何文虎和王明湘啊 在一块 这王明湘呢 去买菜 何文虎啊 就问王明湘 说买菜吃啥呀 王明湘说 吃火锅 那我过来吃呗 何文虎就当是句玩笑话 结果没过多久 王明湘就给他打电话 让他过去吃去 何文虎一听 行啊 我过去吧 就去了 从那以后 这何文虎啊 是经常去王明湘家吃饭 没过多久 俩人可就从餐桌上 到了床上了 就住在一块了 那么单身的何文虎 怎么会心甘情愿的 充当第三者 和已婚的王明湘交往呢 原来啊 这王明湘 在刚和何文虎交往的时候 隐瞒了自己的婚姻状况啊 没说自己结婚了 虽然这王明湘 在乡亲里边口碑不好 但是在何文虎看来 嘿 我这是捡着饱了 说这王明湘啊 对人特别好 并且何文虎还说 他对我妈也好 我们俩呢 从来不打架 不吵架的 就打算正月里啊 就结婚了 可何文虎万万没想到 自己没等来和王明湘结婚 可等到的是李寿贵 2013年8月8号这天晚上 何文虎和王明湘 一起吃过晚饭之后啊 正坐在院子里边乘凉呢 李寿贵突然就出现了 看着这李寿贵啊 一只手插在裤子口袋里 这何文虎就隐隐约约的 感觉不对劲 他似乎看见李寿贵的口袋里 藏着一把刀 李寿贵去了是喊王明湘回家的 可王明湘呢 没有要回去的意思 这何文虎啊 担心李寿贵要对自己和王明湘动刀子 就赶紧回屋找了一根木棒 可是他拿着木棒跑回院子里的时候 就被眼前的一幕给吓傻了 这王明湘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 随后何文虎和李寿贵两个人呢 就打呗 俩人都受了伤了 何文虎因为伤势过重而倒地昏迷 何文虎说 自己和王明湘同居五个月了 这期间从来没见过王明湘和李寿贵 有任何联系 而且王明湘的亲戚啊 也跟何文虎说 说李寿贵啊 那都是过去式了 所以当时 这何文虎怎么也想不明白 李寿贵为什么会突然出现 同时更想不明白的是 在他转身回屋找木棍的时候 王明湘和李寿贵之间 究竟发生了什么 竟然让李寿贵动了杀心 何文虎的证词 就证实了李寿贵的作案嫌疑 而此时针对李寿贵的搜捕行动啊 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着 这山林里边那荒无人烟啊 整整一天一夜 这嫌疑人李寿贵 什么也没吃 还受着伤 那肯定会露出马脚啊 同时专案组还在清西镇的各个药店 卫生院等地方进行布控 他受伤了 那实在撑不住了 那不得买药去吗 那不得治伤去吗 除此之外 把民警24小时严密监控李寿贵的家 并且啊 把李寿贵的两个孩子 也带到了亲戚家里边 2013年8月11号凌晨一点 案情出现了重大转机 警方就从李寿贵家里边啊 看见了灯光 借着微弱的灯光 一个人影出现在了李寿贵家里 专案组立刻开始布控 随后把这嫌疑人当场抓获 经过辨认 这人就是死者王明湘的丈夫李寿贵 被捕之后呢 李寿贵啊对自己的犯罪事实 那是供认不会 人也不耍无赖 可是这消息传出去之后啊 整个古镇的居民们 老百姓们 那是群情激愤的 那么大家的愤怒来源于哪呢 是因为李寿贵杀了王明湘 在那指责李寿贵吗 不是 而是把矛头指向了死者 王明湘 在乡亲们的眼里啊 李寿贵是个对家庭极其负责的好男人 五年前 这李寿贵呢 开始出去打工去 辛苦攒钱 在镇上贷款买了一套房子 案发之前 李寿贵刚还完银行的贷款 他一个月呀 就挣三千块钱 只给自己留下二百块钱的生活费 剩下这两千八百块钱全部拿来还贷款 直到如今 李寿贵也想不明白 自己这回回家 本来是打算跟王明湘和平分手的 过不下去 那算了吧 我放手 可是 为什么就闹到了血案这一地步呢 其实妻子的背叛呢 李寿贵已经隐忍好几年了 为什么在离婚的前一晚他就失去理智了呢 咱们呢 再来说说案发之前 李寿贵和妻子的短信往来 案发当天下午四点十分 李寿贵呀 发出去了一条短信 李寿贵呢 是这么说的 我回来 只要不发生争吵 只要你走人 咱们好合好散 三个小时之后 李寿贵又发了一条短信 你把两个娃娃交给我 你就放心吧 我不会把他们的家再安在这老山区了 而李寿贵发出去的最后一条短信 是这么说的 你为什么不把门打开 你太绝情了吧 明天我们就分开了 你为什么这么做呢 我本来没生气的 你这是惹人生气吧 可见从李寿贵的短信里 我们能够感受到他的愤怒 是一点一点被激发出来的 那么在案发当晚 李寿贵王明香 还有何文虎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 2013年8月11号 警方带犯罪嫌疑人李寿贵 前往青西谷镇指认现场 人群之中啊 有一个孩子啊 在中间呢 是来来回回 走来走去 这孩子正是李寿贵的儿子 只有11岁 叫小亮 此时啊 父子之间隔着不到一米 但是李寿贵手上的手铐 却阻隔住了父子俩 小亮呢 也不说话 就一直跟在父亲身后 母亲去世 父亲入狱 这个家庭 接二连三的巨变呢 让年仅11岁的小亮 他承受不了 这孩子呀 脸上充满了对父亲的担忧 根据警方了解 李寿贵和王明香 都是广源青川人 当初呢 经人介绍认识之后 俩人情投意合 很快就结婚生子了 李寿贵老实本分一个人去外地打工养活这一大家子 王明香呢 在家里边照顾孩子 可是李寿贵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奔波在外 家里边后院啊 已经起了火了 红杏已经出了墙了 早在12年前 王明香就跟别的男人在一起过 并且还怀上过那个男人的孩子 当时得知此事的李寿贵啊 非常生气那回呢就跟王明香狠狠吵了一架 王明香啊就去医院打了胎 当时李寿贵屋里边还有一个火枪呢 气得呀把自己家里的猪就给打死了 当时李寿贵就想离婚 可是妻子呢不同意 作为一个男人 妻子的所作所为啊 让李寿贵感觉颜面扫地 但是在王明香信誓旦旦的保证之下 李寿贵呢还是原谅了王明香 俩人的重归于好 可是这事情没有李寿贵想的那么简单 随后几年李寿贵呀 反正就总是陆陆续续的 听见关于妻子的闲言碎语 这在外人看来没法容忍的事情 可是李寿贵一忍再忍 其实李寿贵要求很简单 就想着一对儿女啊 能够有一个完完整整的家庭 能够享受父爱母爱 可是王明香的行为 一次又一次打碎了他的愿望 2013年年初 远在外地打工的李寿贵 等来了妻子的离婚起诉 为了跟何文虎结婚呢 这王明香呢 多次向李寿贵提出来 要尽快的办理离婚 搬到情人何文虎家里边住去 这是他跟李寿贵决裂的第一步 第二步呢 就是把家里财物都搬走了 咱不说了吗 米面凉油都弄走了 自己的孩子呀 就有时候管 有时候不管 不管的时候呢 就让亲戚帮着管一下 还有时候呢 就把孩子呀送娘家去 就得了 自己呢 就是打点工 跟何文虎天天腻乎在一块 眼看妻子去意已绝了 李寿贵也决定 得了吧 和平分手吧 可是当他看到妻子提出的离婚条件时 怒火中烧啊 当时啊 王明香提的要求是这样的 要把儿子给王明香 包括房子啊 李寿贵啊 辛辛苦苦打了半辈子 供买的这套房子 也得归王明香 这时候李寿贵就不愿意了 最重要的就是孩子 再有就是这房子了呀 李寿贵万万没想到 有错在先的妻子 竟然打算让李寿贵净身出户 他怎么也接受不了啊 随后李寿贵呢 多次跟王明香打电话商量 最后达成协议 两个孩子呢 都归李寿贵 家里的财产归这孩子所有 2013年8月8号 李寿贵啊 从成都就回来了 准备第二天呢 跟王明香办离婚手续 到家里边 已经是晚上8点左右了 家里呢 大门紧锁 自己赶了一天车 从成都赶回了清溪古镇 到家门口进不去 而且自己的小儿子 也不知道去哪了 他就给妻子发短信 等了很久 也没回信 电话也打不通 李寿贵无奈之下 就来到何文虎家 找王明香 为了以防万一 还把水果刀啊 就放在了口袋里 在何文虎家门口 李寿贵一眼就看见 王明香跟何文虎在一块呢 李寿贵把王明香拉到一边 想要钥匙回自己家里边 可俩人说着说着 就吵起来了 何文虎呢 就问了一句 你想干什么呀 就进院子找东西去了 一见何文虎跑回房间 李寿贵知道 这事不好 接下来啊 可能我得挨揍啊 而此时 王明香对何文虎的举动 没有丝毫的阻拦 李寿贵彻底的愤怒了 李寿贵这时候啊 完全丧失理智 把压抑了多年的愤怒 就发泄在了王明香身上 看见何文虎拿着木棒跑出来 李寿贵拿出来刀 就刺向了何文虎 被愤怒吞噬的李寿贵 在举起尖刀的那一刻 其实啊 就已经让自己走向了这条万劫不复的路 这件事情最终的结局 就是一死一伤一入狱啊 啊 这是大人们之间情感的纷争 但是最惨的还是李寿贵家 那俩无辜的孩子呀 大女儿呢 已经17岁了 这个花季少女 从出事的那一刻开始 她就知道 自己以后要负担起来这个家了 她会是弟弟唯一的依靠 出事以后 李寿贵也非常后悔 但是犯罪就是犯罪 你无法挽回 一切都太迟了 其实两个人已经最后协商好了要离婚 如果再能够压抑住这最后一次怒火啊 安安稳稳的把婚给离了 那么崭新的生活不就开始了吗 所以啊 无论到什么时候 我们都得学会要控制自己的情绪 行了 这个案子就讲到这儿 更多内容下期节目再会